法西在地新聞繼續來講 公費的流感以風車 以往政府總是要這樣 三催四催一直跟民眾選擇 民眾才要去煮這個以風車 但是今年真不一樣 出現到秋煮的現象 開始煮的第一天 就民眾提早兩點斤到均術去合衛 如果腳手比較慢的 過兩天才要去煮的民眾 就已經沒有營養營養了 醫師來分析 說因為今年流感的營養來升級 加上配量沒辦法一次來配送 才會來接不到 這關數字請大家不用擔心 這個營養並沒有缺貨 會去調度協調 疫苗都沒了是不是 今天不開發 用電話說問 還沒有入廟堂而已 結果回答是今天沒開放 公費流感入廟實在是最初期 修理好的精速真沒難 大概估計今天打完大概就沒有了 明天開始大概也沒有疫苗可以打 第二天住流感入廟開始做 要不夠一個禮拜 這個測試已經出沒多 精速配料根本是不夠 想要帶孩子來煮的媽媽呢 很困難 公費的比較多人 多人想要去打 所以幾乎都沒有了 所以就是還好這邊還有 打了四天 因為從禮拜一我才開始打的 應該是打掉120支了 我只剩下十幾支了 可能疫苗也是沒有辦法一次到位的結果 就是會變成這樣子 近日公費的廟專門生金做四家的廟 第一階段到第二階段已經煮164萬桌 其中十六的設備開始做的 二階段的廟 每天四天就煮83萬桌 現在約有153萬桌 單臺調配 後禮拜先煮60萬桌 給社區的醫療營養 接關宿在三保證 絕對不集中主寫的 後方流感疫苗 沒辦法做 也會趕快調度疫苗 而且按照人口的比例配上 建議民眾要去經濟住車進場 也是要先電位順忙 他不用繼續一組